中华职棒Lamigo桃園跟统一师 今天晚间在桃園球场对决 Lamigo在第二跟第五两个半局 冠进了七分奠定了胜利基础 虽然统一在七局上半追回两分 但是还是无力为天 中场Lamigo就以十比二 收下对战统一的六连胜 真传白色球衣的Lamigo 在桃園主场迎战统一师 暴力远打现在二局下半爆发 郭勇为这级内野滚地球 让三壘上的詹志瑶 趁机奔回本类为Lamigo首开记录 接下来宇德龙跟谢宣任 先后哥贡献一分打点 让Lamigo在二局打完 取得三比零的领先优势 从二局下半开始 Lamigo连续四个半局都有得分 五局下半詹志瑶 这次带有一分打点的三连安打 让暴力远把领先优势拉打到七分 紧接着郭秀妍与郭勇为两兄弟 接连打穿同一防线 谢宣任有一半把郭家兄弟打回家 Lamigo在这个半局尽量四分 奠定胜利基础 虽然统一在七局上半 靠着森林王子张泰山 带有一分打点安打打破鸭蛋 并且在这个半局追回两分 不过统一最后还是以二比十 苦吞对战Lamigo的六连败 这也是狮子军团在桃园球场的五连败 月电TV综合报道